被推擠的女警官 事發後收度露面 心情還沒完全平復 戴著警帽低頭不願多說 轉頭走回辦公室 內政部長徐國勇來關心 轉述女警實在受了很大委屈 昨天的這些影帶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她的確也是受了相當的一些委屈 那當然我來這裡就是要挺她 所以她心情就會當然比較 比較安定下來 那當然有跟我講 她昨天是有一點 不怎麼平靜 所以昨天晚上都沒睡好 表達全力挺遠景 這名女警從警超過7年 目前是保六總隊的警務員 第一時間面對陳一鳴無力推打 不卑不亢 沒咆哮 沒閃躲 依法行政 影片已經很清楚了 因為她講說保六 保六為什麼在這裡 那她已經知道她是警察 沒有人聽到保六不知道是警察吧 有誰會聽到保六會以為保六是哪裡 內政部長徐國勇行動支持女警 畫面真相貪在鏡頭前 行為當然是非常的不好 那我們對執行公務的人也要有一定的尊重 尤其是立法委員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昨天這個行為不當的這些立委能夠致歉 不要去羞辱我們的公務人員 甚至自己暴力相向 整個外交部的方式是完完全全粗暴的 而且沒有禮貌的 我覺得這個事情使得兩位國民黨立法委員受傷 外交部的吳部長必須要負全部的責任好不好 韓國瑜沒譴責自家立委粗暴無理 反過來要外交部負全責 然而警方被國民黨立委議員群起攻擊威脅 女警官整個跌下階梯 韓國瑜卻對這些視而不見 到底誰對誰錯畫面可受公平 女警官不願姑息正式提告 三立雄各自剛出軍 台北報導